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要留意一个消息 日本在过去一周之内七天之内 有三艘大型的舰艇 不断的下水服役 这在世界海军史上 在任何国家海军都是罕见的 一周三艘到底是什么舰艇 针对中国有什么含义 今天会独家分析 同时日本也向菲律宾高调提供12架武装巡逻机 日本要高调的进入南海 解放军怎么思考 同时我们关注一下解放军高调宣布 三艘大型的居住舰还有大型的舰队 要到东海演训 是不是跟日本针锋相对呢 今天会重点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联报 美的中央空调特约之 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的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现在看最新的军事消息 香港的媒体海外媒体 最近都强烈关注到 中国大陆的军方媒体 还有军方的首长 都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相关的要求 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要注意政治层面的一个保持稳定 特别是香港的文汇报 和香港的经济日报 今天都有专门的文章 引述中国大陆军方权威的解放军报 最近连番的大篇幅的各类型的文章 提到了有关的要求 军委首长 最近中国军方的高层 也密集到北京战区 济南战区 广州战区等一线部队 提出了同样政治上高严格的要求 我们注意到解放军报的报道 就像提到解放军的高层 还有解放军的媒体密集的表态 要求是这样的 提到解放军必须保持政治的稳定 与中央严格的仪式 军令的畅通 绝对听从中央军委 还有胡锦涛主席的指挥 虽然说这些提法在解放军来说 都是一贯的严格的要求 但选择在这个时候 反复的通过军方的媒体 还有军委首长来提出 显然是与现在的时空背景 以及相关的话题 是相当的重要的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解放军报的文章 还特别提到 目前对于解放军来说 最近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也提到了有关要求 是解放军要讲政治 顾大局和守纪律 这是三个最新的 关于这个时空背景下的一个要求 讲政治当中 特别提到 今年中共要召开18大对中国来说 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时期 讲政治要求解放军 一定要注意讲政治 否则会卷入在政治 漩涡和动争当中会迷失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解放军报的提法 另外提到解放军 必须有四大意识 要注意到解放军 要意识到政治的意识 政权的意识 就保卫政权 忧患的意识 当然解放军 现在面对着外部环境 这个忧患 另外还有责任的意识 解放军必须要担负相关的责任 因为提到 这是解放军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个时候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和听从指挥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 中央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还在建一线部队的时候 当年有一句话被海外广泛引用 要求部队 一旦有事 必须能够做到迅速行动 而且能够出色的 快速的坚决的完成任务 这对解放军来说是新的要求 那么综合来看 解放军特别在最近 在政治上 在指挥系统上 在军令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最新的消息 也披露说解放军的总参谋部 最近在北京 专门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叫做从严治军的安全稳定会议 要求解放军杜绝一切 在军队内部的安全隐患 杜绝一切的军队的安全问题 这关于解放军的一些最新动态 西方海外 香港都有很多的关注和评论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消息 来自于台湾方向 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 最新的文章 有专门文章介绍到 探访了台湾空军的 所谓最新的预警机部队的一个揭秘 当中特别提到 台湾利用美制的预警机 对台海沿岸进行每周定期的征收 对中国落入沿海的目标 是了如指掌的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 深运到台湾所谓一二的预警机部队 预警机中队 是以美制的一二预警机 而且用预警机不断的 送到美国进行升级 除了是技术升级 雷达升级 电子征战系统升级以外 预警机的相关操作人员 电站教官还到美国进行长时间的培训 因此呢 这个一个中队啊 一般有八架这样的电子侦察机 而且在台湾大约有二十多架 那么能够有效的在台海沿岸 台湾岛上的上空 展开这个预警侦察和通讯指挥 他特别提到 美国海军目前 也都是大量使用这样的美军预警机 所以一方面的技术是先进的 另一方面呢 台湾可以以这样的预警机呢 与美国展开空军当中的侦察的联动 另外呢 这种升级的雷达能够有效的侦测 台海和台湾周边 他特别提到呢 在电子作战能力 监控征搜能力 以及通讯截取能力方面呢 这些预警是相当出色的 能够有效的侦察到台海啊 大概方圆四百公里的左右的信号 还有对中国大陆沿海的相关的导弹 还有机场的信号 也是全数可以进行征搜的 另外一个特别提到呢 这种战机还可以实现空中的指挥 因为在台湾这个岛内的上空呢 可以说是山谷绵密啊 山谷非常多 不利于战机之间飞行的时候 这个通讯电波容易被阻挡 而有了这种美智的预警机 作为通讯的中纪 能够有开有效的在战时的时候呢 展开这个通讯的联络和指挥 甚至他们认为呢 一旦这个台海爆发战争啊 解放军的战机 即使是能够进入到台海上空 甚至是进入到台湾岛内的上空 但由于台湾岛内山谷众多啊 电波阻断等等 解放军没有在这个上空 进行过相关的训练 同时没有这种预警机的 电子中纪信号的相关支援呢 很难进行这个战斗 往往呢要变成单打独斗 所以台湾并不担心 解放军战机进入台岛的上空 能够有效的击落解放军的战机 还特别提到 现在台湾这种预警机呢 40分钟就可以紧急的起飞 同时呢 每周对大陆沿岸重要的军事基地 解放军基地都可以进行征收 我们看看全球其他军警别报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大陆警告印度 不要参与在中国南海的 所谓越南提供的相关区域的 石油开采工作 中国对印度发出强烈警告 并且受惠有后续的警告动作 之前印度的石油开采公司 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区域 两块油天进行资源开发 并说得到越南方向的批准 中国警告印度和越南 不要在南海有所谓的合作 另外据大陆官方 新华社报道三日下旬 几方群南海舰队 美国驱逐舰支队在南海 进行了一场海上的红蓝对抗演习 几方军的驱逐舰 与航空兵和潜艇的相关单位配合 互为对手在南海展开对抗的演练 达到72小时 攻防防御作战当中 二十多种战法得到训练 同时几方军也强化 在南海多兵种的实战练兵 据美国航空中开文章报道 中国大陆警方军空军 要打造一致到2020年 也就是八年之后 拥有一千架战机的 现代化一体化的几方军的空军 而中国大陆正在研发 隐形性能更强的战机 新式的轰炸机 无人的高超音速 甚至天机作战的平台 作为解放军未来空天的部队 美国的报道说 08年是非就交回给解放军 配备的国产发动机 雷达和中国自制武器的 歼11B战机 现在是中国最强大的国产的战机 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架 歼11B和双座的歼11S 进入到几方军的空军服役 另外美国的情报消息说 中国大陆也正在研发中型的隐形的战机 可以成为歼60 同时在航母上进行的舰载的预警 舰载的反潜飞机 目前解放军也在研发当中 美国的情报说 中国的空军和海军 已经接受了大约170架的 双引擎的兼龙器飞爆战机 有效的展开了海上的攻击 同时解放军正在测试 四引擎的战略大型的运输机 而这个平台可以执行解放军 未来多项的军事任务 美国这篇文章还说 乘飞的小型的神龙空间飞机 已经完成了最初的亚轨道的事业 并将发展成为 类似美军的A37B的空间攻击飞机 据风环网报道 2012年中国大陆与俄罗斯海军的 联合的军事演习 在4月将在黄海海域举行 到时候4月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以大型的反潜舰作为旗舰 组合导弹巡舰驱逐舰驱逐舰 护卫舰十多艘俄罗斯艺舰艇 前往中国 而中国大陆海军的北海舰队 要派出新型的导弹 驱逐舰俄罗斯舰队 组成混合编队 共同穿越日本海峡 进入黄海 在青岛附近海面 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风环卫视的独家报道说 中国与俄罗斯的海军的特广编队 在演习当中 还要进行一系列反潜防空 夺取局部制空 制海权的联合的协同演习 演习已经引起了 美国日本强烈的军事关注 另一方面 据俄罗斯最新发布的 战略20202报告说 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出现 俄罗斯美尼的主要风险 包括主要风险的 根据是中国的经济潜力 和中国的国际地位 军事实力的上升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 获充了情报侦察的能力 美国的情报说 03年轎解放军 有大批的预警战机 进驻到南京 无锡上海 苏州的解放军的基地 包括是解放军空26师的 一直部署着预警机 和电子侦察情报机的 最新的解放军的预警特种式 美国华盛顿这个预警的 特种机式 拥有空警2000 空警200 和多种高新工程的 运发侦察机 而中国自行制造的 所谓运发改装的 电子作战飞机的工程 被成为解放军的 高新系列保密的工程 有最新的实验 美国华盛顿解放军的 空中预警机 已经成为了解放军 防御巡航导弹 敌方的战机的进攻 以及对中国解放军战机的 还有舰艇 实施引导作战的 重要武器平台 而解放军目前也加快了 空中预警机 电子作战干扰机 电子飞机的实战 背景下的相关演练 有显著的成绩 军韩国朝鲜一波报道 朝鲜军方已经把 远程的运载火箭 用列车运到了平安北道的 东仓里的朝鲜的导弹 发射基地 而韩国与美国军方 已经透过侦察微信的情报 了解到朝鲜把远程火箭 运到了东仓里的导弹 发射基地 目前正在进行 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朝鲜军